旺角朗豪方商場 星期二早上近10時半 一名男子在12樓爬出圍欄偽座 多名市民和保安員見葬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封鎖兩條扶手電梯 消防員也在12樓中庭戒備 期間遊說市主 最終成功說服市主返回安全位置 現場消息指 45歲男市主有精神病紀錄 懷疑他因為病發而爬上欄崗偽座 他並沒有受傷 其後被送院檢查 神病 Wie基羅 警成下 警情判 專不斷 警衛